全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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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们是全杰科技 我是高金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 教学展示 我们现在来讲SigmaPro 里面的Polynomial 就是多向式回归 它跟Multiple Regulation 是有点差别的 看一下 多向式回归 Y等于V0 加V1X1 加V2X2 再过来有二次向 三次向 这都有 然后我们这样子把它做回归 目的就是要求V0V1 V2V3 那我们资料很单纯 你是两奶 只有Y跟X X可能有X1X3Y 跟结局向 然后我们目前 我们习惯都是 把第一奶当Y DependentVariable 然后第二奶 我们当DependentVariable 自变数 然后在这边做的时候 一样在Statistics 如果在12版的话 是用Analysis 下面几乎都一样 你在找出里鬼险 然后在Polynomial 这边选下去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选 选出来 DependentVariable 然后接下来 它就帮你把它算出来 那我们这边有二阶跟三阶的 都帮你算出来 这样子 那这边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有一些报点 在这个里面有一些报点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些二阶或三阶或一阶哪一个 是比较适合你 那你就去找 那我们等一下呢 就实际操作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把资料先打开一下 那我们把资料先打开一下 那一样我们用它现成的写金属资料 然后在我们在 Polynomial这边 这边打开 资料就在这里 OK 那我们把这个放大一下 比较好看 然后在Analysis 这边 Regression这边 有个Polynomial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Dependent 我们就选好 Inependent 就是在这里 然后按Finish 然后报表就出来 把报表拉开一下 然后我们看 0阶的 这是1阶的 1阶就是 简单回归 Simple Dinary Regression 这是2阶的 然后这是3阶的 然后我们这边 Order这边就把你算出来 然后Result 这边 然后来看一下 我们看它的PValue 这边可以看出来 这个 1阶的PValue是OK的 那3阶这边就不是 因为它模型不显著 OK 然后这个Regression Overall 可以看出来 那我们从这边的报表看起来 大概1阶2阶的 这两个模型 大概都是可以接受 那我们这个 Multiple Regression 不是 Polynomial Regression 的展示 就做到这里 谢谢 全节科技 谢谢您 再见 我 不管 我 我不懂 我 不懂